不用现代工具 如何在荒野搭建一个临时庇护所 为了自身得到充足的保护 今天必须在夜幕降临时搭建完工 咱们来看看贵族哥是如何做到的 他先是找到一片有水源的区域 用霹雳棒刨出个适合的场地 此时的他身体流动的仿佛全是红牛 不知疲倦的酷呲酷呲挖的 没一会就挖出一个两米的深坑 细心的他还做了一个霸气的楼梯 底下用霹雳稿凿出一个洞口 再到上面打通一个简单的烟囱 不得不说贵族哥还是一如既往的讲究 镜头一个闪现 贵族哥正挥舞着霹雳刀 小树们被砍得哭爹喊娘 三下五出二就扛回来几个木胸 紧接着又将他们修成一样的长短 削成尖刺形状再插入单间的边缘 用藤绳将其牢牢绑定 另一边也是如法炮制 最后在中间搭上一根六米的长棍 剩下的工程就是一根根的搭建即可 满是贵族哥又来到水源区 清澈的泉水洗去了他一身的疲惫 装满泉水后他又跌跌跌的往回走 有了泉水的滋润 黄土也变得更有粘性 一坨坨的斧在庇护所上 随着天缓缓按下 贵族哥也加快了脚步 看来的木胸充当床架 温暖的柴火瞬间有了家的感觉 小伙伴们 你们就说这个庇护所耐思不耐思吧 炫耀完毕 丛林深处里毕竟猛兽众多 为了安全起见 贵族哥又在上面插入锋利的竹子 用枯枝烂叶进行伪装 如此下来 就算来了一头大熊 也不能对贵族哥造成一丝丝的伤害 晚饭是野生的芭蕉果 嘎嘣脆是牛肉蛋白质的四五倍 吃饱喝足他很快就安详的睡了过去 吃饱饭